一道道片下新鮮生魚片 还有三点蟹拿好拿满 熟白虾装满一整盘 那一头还有红糟肉 现烤披萨随你拿 一道下午茶时间 旱来海港自助餐厅 平日就有八九成满 假日更是一味难求 想要吃到美味的下午茶自助餐 三月开始最多得花上一张白元钞 现在物价全部都在上涨啊 然后薪水也没涨 2024年才刚开始就想起涨升 因为原物料价格持续上涨 加上基本工资也上调 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全台七家分店 将从三月一号起 调涨三十元到一百元不等 换算涨幅大约在 百分之二点八到十四点四 还可以啦 就是不要一次只要 可能一百上 一百的话起来 因为毕竟它是吃到饱 它也不是说 就是可能一个餐点就一致涨一百块 就是还可以接受 有很多东西涨价 而且有些是变相涨价 价钱没有调整 但是内容物减少 大口咬下密制叉烧 双层火烤牛宝 汉堡王一月九号起 不只有新品 也要调涨17项产品的价格 包括双层火烤牛肉宝 进农启事鼠等 最多涨二十元 调降的产品则是有五项 这样换算下来 整体涨幅大约百分之二 物价都在涨 所以涨是合理的啦 基本上都是买优惠一卷的 就基本上其他比较贵的都没有买 无论是素食还是高档自助餐 都齐声喊涨 新的一年 喝包的压力 恐怕只会越来越大 欢迎新闻林博和邱子凌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